真相改造成航空母舰 此后掀起了一番航母的浪潮 如今中国完成了航母大国的海洋梦想 可巡洋舰一直成了中国的遗憾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工会主席 指责政府没有尽力变卖乌克兰号导弹巡洋舰 然而文章还指出 乌克兰其实不止一次地向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都受这艘苏联时期未建成的军舰 但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 乌克兰号巡洋舰虽是苏联解体后 分给乌克兰庞大家产的冰山一角 但这是乌方接手的唯一一艘巡洋舰 早在2002年 乌克兰就和中国救巡洋舰转让问题进行过谈判 不过始终因为合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中国就此和巡洋舰擦身而过 此后乌克兰号巡洋舰一直处于待处理状态 而15年后 乌克兰因为经济问题 本想拆除该舰舰载武器迅速出手 从而发放拖欠已久的职工工资 顺带造两艘快艇 而2017年12月 乌克兰官方发布消息称 海军不再需要乌克兰号 放弃的意图简直不能再直白了 谁都没想到 乌克兰号经落得如此下场 不禁让人惋惜 而乌克兰媒体普遍认为 是某个国家在背后暗箱操作 阻挠了中乌交易 乌方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工会主席也证实到 是某个西方朋友通过操纵政府高层 阻挠了和中国或印度之间的交易 随着时代的发展 巡洋舰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也研发出了自己的055导弹驱逐舰 以其强大的火力 一艘航母仅配备两艘055 即可满足战略需求 且中国首艘055不日将进行海事 外媒一度称之为亚洲最强驱逐舰 甚至俄罗斯专家认为 中国水面舰船已不是追赶型了 中国海军收到的礼物 将是世界火力最猛的舰船之一 远超过俄罗斯巡洋舰 而当今唯一还在服役的巡洋舰 只剩下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